欢迎收看时机踏头条 我是彭欣宜 今天的国际最新现场 先带你来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昨天跟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通话 而且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在这之后 乌克兰总统府发布了人事令 宣布任命前战略产业部长 李亚比金成为乌克兰新任 驻中国大使 而这一个职位 其实从2021年2月前任的 乌克兰大使卡梅舍夫 在中国过世之后 又一直玄缺到现在 而且中国还在这当中宣布 要派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 那么泽伦斯基和习近平 通话的这个动作 其实是乌俄战争 一年两个月以来的第一次 习近平上一次跟泽伦斯基通话 是在去年 也就是2022年的1月 当时双方是为了庆祝 中乌双方建交30周年 那么通话完之后的2月24号 就发生了战争 乌俄战争 那么现在这通电话 俄罗斯总统普丁火大了 俄罗斯外交部更直接说 这是乌克兰和他的西方保姆 在搞和平破坏 直接让和平倡议给破了局 习近平就解释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当然也不是当事方 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以及负责任的大国 是不会隔岸关火 也不会拱火交游 更不会做趁机牟利的事 习近平的这些谈话 让外界听得出来 其实习近平在整个事件上面 他还是握有主导权 我们来看中国外交部的说法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是政治解决危机的倡导者 劝和素残的推动者 希望各方从乌克兰危机中 深刻反思 通过对话 共同寻求欧洲长治久安之道 当然美国看到了这个动作 就是泽伦斯基跟习近平的通话 美国表示是乐见的 美国认为习近平 直接听到了乌克兰的说法 习近平可以了解 为什么乌克兰的安全忧虑 以及乌克兰领土完整性 是必须要受到尊重 而这个时候 其实拜登正在跟到访的 南韩总统尹席月 在白宫宣布 在东亚有了新的承诺 也就是美国的核潜舰 将要第一次部署到南韩 这个动作会是从 1980年代以来第一次 有这种美国前舰访问南韩 创几十年来的第一例 要应对的就是北韩 动不动就发射飞弹威胁 还有就是嚇阻北韩 一直在升高的核威胁 但是美国对于这些的宣布 他还得就相关做法 事先跟中国进行简报 就怕这么一来 整个台海以及印太区域的情势 又要紧张 可是这当中尹席月又跟拜登讨论到 促进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 这其实已经是好几次了 同时双方还有联合声明 我们来看正则报道 美韩两国十二年第一次 在华府的这个拥抱 替拜影高峰会 下了前奏 拜登的脚步似乎刻意跟着音乐节奏 看起来有点不自然 但影席月这一趟飞了超过13小时 最想听到的 拜登可没有把它忘记 尽管有一点卡词 但关键字已经出现 根据办影两人签署的华盛顿宣言 美军将派遣核动力弹道飞弹前舰访问南韩 是1980年代初数十年的第一次 两方更依照北约模式建立核资商小组 定期商讨核能威责政策 美国的核保护伞更加稳固 南韩也保证绝不退出非核扩散协定 处理完最重要的北韩议题 影席月画风一转 开始指向其他的威胁 出访前才刚提到台海问题 是全球性问题 气得中国急跳脚 如今到了美国 影席月点出当今种种挑战 被暗指就是在抨击中国跟俄罗斯 扮演两人公开回应全球挑战 但对于日前美国的外泄机密文件 南韩总统刻意淡化 兼听风暴 不让这一趟防美行染上一点点的不可谐 谢谢我黄轩凯带路人报道 影席月除了见拜登之外 他还见了马斯克特斯拉的执行长 他要马斯克做这个动作 就是要特斯拉到南韩去设超级工厂 甚至有所谓的太空产业发展的一个合作 但是同样想跟拜登要新的承诺的 还有这一位就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他在菲律宾以及美国的军演进行到的最后阶段 他来到了这个菲律宾的三秒里市省 一座海军基地 里头他检阅了与美国肩并肩的联合军演里头的火力发展 整个小马可是让他成为了2017年以来 第一个出现出席这个肩并肩军演的总统 而现场看到的是出动了海马斯火箭系统 F35B的战斗机 以及复仇者防空飞弹系统 还有美军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以及F16战斗机 甚至于空中里头还有空中炮艇 F35B直接从美军 美极导号的这个两栖攻击舰起飞 投下导引飞弹 第一次集成了所谓的假想敌舰 它是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 那么这一艘面向的南海 同时也首度的实弹射击挑衅中国 但是菲律宾这个时候说 其实菲律宾跟美国并没有朝 黄岩岛的方向射击飞弹 就是希望可以缓和紧张情势 来听菲律宾的最新说法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头 美飞进行三十几年来 史上最大规模的年度联合军演肩并肩 在结束之前演习的范围就已经不断在扩大 甚至到了菲律宾北部岛屿 让美飞联合大军演成为第一次 在旅宋岛北部的战略要地岛屿进行 其中我们要看巴丹群岛 因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菲律宾的巴丹群岛这个北部偏远岛屿 未来有可能会变成美国跟中国在台海 爆发军事冲突的最前线 而大家看的是 菲律宾有七千多个岛屿 可是里头只有一千多个岛屿 上面是有助人的 主要就是分为首都马里拉所在的 北部旅宋岛 那么到中部的地方呢 维萨雅斯群岛 这里有几个观光圣地 就是大家熟悉的宿物 以及长滩岛 再往南就是粮食生产地 南部的明达纳俄岛 而在信仰上面呢 菲律宾80%的人口 都是信奉天主教的 在南部这个明达纳俄岛 就是有四分之一 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 纽约时报在过去曾经有一篇报道 他说美国认为 如果真的开战的话 这个地方分成第一岛链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从冲绳到台湾 一直到马来西亚 另外一条就是第二岛链 而先前中国在军演的时候 其实已经让山东舰 突破了第一岛链 这个地方就是美军要防止的部分 因为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才刚说过 中国威权在扩张野心上面 其实他们不是只有限制于 在这个第一岛链上面的 那我们再来看的是 美军在先前的时候 很多消息进驻 菲律宾新社的基地 这个部分 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要遏制 中国海军直接通过 菲律宾水域 来威胁到 这个旁边的第二岛链 关岛 或者是拦截美国增援部队 进来台湾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 菲律宾跟台湾 相隔的是巴士海峡 那么其中菲律宾最北的 明丹岛 现在刚刚提过了 被英国金融时报 重新定义是美中 在爆发战争的时候 可能争夺占领的关键地带 而台湾的蓝宇 距离巴丹岛 又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距离 蓝宇其实跟 这个巴丹两地的居民 有相似度60%的语言 在过去巴丹岛的口传文学当中 可以看到 他们的人因为海啸 而迁徙到了蓝宇 而蓝宇的达物族 他们也有口述历史 这当中就流传了 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巴丹的 因此从历史文献 还有文化遗留 都可以看得出来 蓝宇跟巴丹两地的历史 是有渊源关系的 而小马可是 我们再回到来看他 据预定下个星期的5月1号 要出访华府 因此他也有打算 他打算跟拜登讨论到的是 1951年非美共同防御条约 因此就要看到的是 不止隐习 又要跟美国要新承诺 小马可是 也要跟美国要新承诺 利益就是因为 现在当前南海 台湾北韩局势发生变化 情势都在升温当中的时候 小马可是认为 过去的非美共同防御条约 是有必要调整的 也就是说 当菲律宾有难的时候 美国到底能帮多少 小马可是希望拜登要说清楚 而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华尔街市场也正在关注 因为中国美国商会 有最新警告 说美国晶片制造商 美光科技 在被中国调查的时候 其实其他美国企业 也要小心 因为有可能会像美光一样 被中国针对 特别进行安全审查 中国反击美国晶片净利 对于美光科技发动 国安调查 其实白宫也做出了反制 要求韩国三星 SK海利市 不要填补 晶片市场的缺口 可是中国现在又批评美国 根本就是在做科技霸凌 来听中国的说法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私利 强推脱钩锻炼 不惜胁迫盟友 配合美国对华遏制 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和国际经贸规则 扰乱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损害包括中国在内 各国企业的利益 这是典型的科技霸凌 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这种自私自利的行径 不得人心 中方坚决反对 我们呼吁有关国家政府 和企业明辨是非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维护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以上是今天的直击大头条 最新国际消息 请继续锁定靖新闻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靖好新闻